你有没有想过每次被手机弹窗 电子邮件或者社长媒体打断时 你的学习工作效率究竟遭受了怎样的重创呢 今天我们要揭示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实 伦敦国王学院的研究表明 被频繁打断比吸毒对我们的工作效率害处更大 是的 你没听错 比吸毒还要糟糕的 就是那些让你一次次分神的小打断和小干扰 你一定不陌生这个场景 每次被干扰打断后 大脑像是被重置了一样 需要重新集中注意力 以下的图表可以让我们清晰地看到这种 锯齿状的注意力波动 当好不容易慢慢集中的注意力被打断后 注意力会瞬间下降 接着是一段分心的时间 干扰结束后 你又需要重新开始 花时间慢慢地去集中你的注意力 才有可能再达到之前的专注度 根据微软公司2005年所做的一项研究发现 平凡的电子邮件和电话中断 随时的工作效率大大降低 该报告提出 被干扰后的员工需要平均约23分钟的时间 才能恢复到之前的工作效率 这种锯齿状的注意力波动 让我们一阵天都在低效能的状态中 徘徊 伦敦国王学院的一项研究更令人震惊 工作被打断的影响 竟然比大麻对大脑的影响还要糟糕 在研究中 吸食大麻的对照组 在解决问题上的表现 优于清醒但被打断的实验组 这个结论令人毛骨悚然 更离谱的是 我们不仅仅在工作时被打扰 即使是娱乐时间也不得安宁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看电视时平凡换台 结果每个节目都看得断断续续 最后几乎没记住任何内容 就在你好不容易找到一个 稍微有点去的节目时 手机又响了 彻底打断了你的观赏体验 这种无断被打断的恶性循环 让我们无法真正享受娱乐时光 亨利 大卫 梭罗曾经说过 决醒的命 混沌则案 是时候该醒悟了 然而很多人其实都没有意识到 自己已经被注意力分散的习惯绑架了 特别是当周围的人 似乎远都陷入同样的状态时 渐渐的 我们对此变成了习惯 就像那只温水里的青蛙 渐渐适应水温的身高一样 最终的结果就是 学习成绩下降 工作效率低下 频繁出现错误 半途而废 一直拖延 等等等等 在下集视频中 我们将分享一些具体的策略 帮助大家克服注意力的锯齿效应 从而显著提升工作和学习效率 甚至可以达到数倍来至数十倍的提升 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感谢观看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 请点赞 收藏 订阅 并在下方留言 分享你的经验与意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